哈囉大家,我是古創 今天要來拍什麼影片呢?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這一代 欸! 寶可夢世界賽帶回來的精彩商品們 首先呢,我們要拿到一個便當袋的包布 這個包布真的蠻好看的 打開以後是世界賽的圖案 我們把它當作這次開箱的這個桌巾啦 放在這邊好看好看的 這個背包拿起來 它這個背包呢,就是一個很大的厚背包 它兩邊會有這個可以放水的袋子 厚度其實蠻厚的,所以你可以放蠻多東西 但是這個背包應該會有一點捨不得背吧 畢竟如果它把它背壞了或變形了就有點可惜 它的正前方會有一個超巨大的皮卡就是視覺 然後印上的這個是世界賽LOGO 這個背包裡面有非常多的東西 就是我這次要一一介紹的世界賽帶回來的商品囉 包包的東西拿出來之後 這些就是我從世界賽帶回來的商品啊 除了剛剛介紹到的包包 你把它打開以後 發現裡面的內裡非常的繽紛 它有綠色、藍色 還有紅色跟黃色的去做一個內襯啊 看起來有點像我們的寶可夢盒子裡面的那種背景圖案有沒有 這個包包是真的蠻好看的,空間也非常大 可惜的就是我會不太敢用 單純把它做一個收藏 而且這個幾乎在第一天第二天就買不到的包包 我會把它留作收藏 接著要來介紹到的是這個 是徽章背景 就是徽章吊牌啦 很精緻的這種金屬徽章有沒有 這個把它吊起來 我把它拿起來帶不知道塞不塞得回去 我試試看 後面這個保護PIN的這個東西是皮卡丘的圖案耶 真的是很精緻耶 這個吊牌就是很有份量、很有重量 然後它的圖案就是世界賽的LOGO 就可以 然後某個證件就是吊在這邊 就是可能你下次參加大賽的那種 參加者的那個吊牌就可以吊在這 然後背著這個袋子非常好看有沒有 那它現場除了賣這個吊牌之外呢 它還有額外賣四種不同的品 分別是潤水鴨、金葉喵、皮卡丘、呆火2 這四個的圖案就是跟古創現在身上穿的這件衣服 然後接著呢要介紹的是這一款 星夜喵的公仔 我除了這個娃娃的部分 我放在這邊照片 除了娃娃的部分呢 我還是買了一個星夜喵公仔 這次我沒有買皮卡丘的 因為我覺得皮卡丘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皮卡丘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那這次難得這個主題視覺的公仔出了四款 分別有星夜喵、潤水鴨、呆火2跟皮卡丘 那就帶來了這次人氣最燙的星夜喵啦 因為也是難得的機會 畢竟珠子世代的動畫的主角就是星夜喵這個寶可夢嘛 那從盒子裡面把它拿出來以後呢 它有這個海綿保護套去保護一些很容易斷掉 跟或者是受到磨損 就是碰傷的地方 我們就把這個海綿給拿掉 公仔 而且它很有份量喔 它超級有份量的 例如這個三色丸子的桿子 然後它後面翹起來的角角 然後它的上色 其實看起來都是 蠻手工的 我覺得這整隻真的蠻精緻的 真的很值得收藏一個 像我也很想要蒐集去年那一款的 倫敦英文風格的皮卡丘 然後我帶了一個鐵盒餅乾回來 是想說要當作給同事的伴手禮這樣子 但是因為為了拍開箱 所以我一直都還沒拿去給他們吃 我覺得寶可夢餅乾的鐵盒 精緻程度真的很高 如果你真的是買很多小物的話 你把這個餅乾吃完 你趕快把那些小物 全部收藏進這個盒子裡面 做一個收藏 它裡面就是附的這個很簡單的 很像蛋絕餅乾的感覺 然後它每一個蛋絕餅乾上面 都有這個世界賽的這個圖騰 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啊 後來去寶可夢中心的時候 就補到一個這個環保袋 日本人現在很多購物期間 都是使用環保袋 他們現在已經很少使用塑膠袋了 那這個環保袋 我們就先把它挖出來看一下 這麼大一個環保袋 藉由你拉扯這個手把的部分 它就會變成一個 像購物袋的樣子 這樣背著 然後你就可以把很多東西放進來 然後你就可以買很多東西 它其實很大耶 它超大的 這個袋子超大的 超巨大的 那你如果不要用的話呢 把兩邊的這個灰色的地方拉緊 拉緊以後甩一甩 恢復成它原本折衡的樣子 變成一個長條性嘛 對著 就把它折一折 捲一捲 它的有一邊 會有像雨傘的那種扣環的樣子 就把它扣起來 誒 又變成一個超級小的環保袋了 再來介紹的是 糖果盒 最近寶可夢中心出的糖果盒 應該都是 幽靈系的那幾隻嘛 世界賽組視覺糖果盒 我們一個一個把它拆開來給大家看看 四款的糖果盒 分別有 皮卡丘 燉水鴨 呆火2 以及星夜喵 這四款的糖果盒 然後它的糖果應該 一直以來 他們出這種糖果盒 糖果都一樣 就是這種 看起來很像 超螢光色鮭魚卵的糖果 然後吃起來 我是覺得有一點 帶糖 跟 就是無糖可得的那種口感 那我自己聯想到 是有點像 精品糖的感覺 除了擁有世界賽的主視覺的寶可夢之外呢 它這邊還附有世界賽 LOGO在這邊 然後每一個糖果盒後面的這個米粒龍 其實米粒龍算是橫冰這次全新的代表物 那每一個盒子後面的米粒龍都長得不一樣 都是不同種類的喔 那這個要注意保存 因為它其實這邊是一個鋁製的 所以用久的話 其實它會有一點生鏽的 舊化感覺 那舊化感覺我是覺得沒有關係 就是畢竟 它就是放比較久的樣子 那對於收藏家來說 你可能還是要做到一點 廚師的概念 它的周邊商品介紹完呢 就要來介紹到 我們這次很重要的PTCG的周邊商品啦 首先我們要來看到的是這個卡墊 卡墊的話總共有三款 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哪三款 很多人可能都開箱過了 不創自己留的一款呢 是這個 玉三家的款式 袋子是長這樣子 上面有玉三家 然後寫Yokohama2023 打開來 齁 就是這一次超大主視覺 一個圈圈裡面塞著提卡丘 以及玉三家 然後上面也會秀 還有一些怕爬地去才會出現的寶可夢 例如米麗龍啊 下石鳥等等 我覺得這樣桌墊真的很棒 而且日本的桌墊 這個我看一下 這個Size 我覺得這個Size算是美版桌墊 它的高度比較高 但是 它的質感也是真的非常好 然後色調也是非常飽滿 我覺得很喜歡這一款 把桌墊放在桌上 我們要來介紹到的是 傷害物指示盒 這個東西是我覺得 買起來 比較少人願意買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它沒有 這麼難看 因為它是低調的白色 然後搭配黑線勾勒出 這次在吃拉麵的皮卡丘的視覺 然後它就是一個很單純的指示物盒 你可以把你的傷害指示物啊 硬幣啊 必殺版全部放進去裡面 然後帶著走這樣子 卡盒跟卡套都是玉三家款的 那卡盒跟卡套我就不開了 因為它就是這個圖案而已 那卡盒的部分旁邊會有 世界賽的LOGO 背面還是有一隻拉麵皮卡丘 所以也不用擔心說 欸我全部都挑玉三家款了 就完全沒有拉麵皮卡丘 No 其實拉麵皮卡丘還是會出現在很多地方 這樣子 而且傷害指示物何以 拉麵皮卡丘啊 這沒有問題了吧 那再來就是這個 傷害指示物 傷害指示物的話 我挑的是這個 皮卡丘成農款 雖然說大家都覺得 這次的三款世界賽 PTCG周邊商品呢 就是成農款的最難看 但是我是覺得 畢竟它有洛奇啊 成農 那我覺得這個 傷害指示物何可以有一份 那至於這個傷害指示物何 我也不打開了 因為這樣子 瘋魔的狀態下比較好保存 那你如果想要看內容物的話 歡迎看這邊的P圖 官方有圖透 可以給大家參考看看 好吧 好了 開了那麼多PTCG周邊上面的東西 是不是掃開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呢 就是 這個 登登 世界賽 皮卡丘鐵盒 這個東西呢原本在寶可夢中心的線上抽選 可以抽選 然後呢 以及你在大賽會場的限定快閃電呢 你也可以購買到 它是一個限量商品 今天這個東西非常有價值 有收藏價值 鼓創要來開一盒給大家看看內容物 到底有什麼東西 喔好怕把這個盒子弄壞了 這個盒子打開 你就可以馬上看到 有兩隻米利龍在跟你打招呼呢 然後就把這個鐵盒抽出來 其實我也沒有看人家開過這個東西 所以我也不知道開開到底會長怎樣 我們就一步一步慢慢來大家看這個 鐵盒的開箱吧 這個鐵盒拿出來的話呢 是長這麼樣的一個鐵盒 看起來有上下層 上層是藍色的 然後下層是這次世界賽的主視覺嘛 包含玉三家的跟皮卡丘 然後這邊有這個很討厭的青生雪 以及很多的米利龍在這邊 以及一定會跟米利龍搭配的 腿龍寶主吃吼吧 這個上層的鐵盒藍色的部分 它就是弄的一個世界賽logo 以及所有的卡牌寶可夢的屬性 這個鐵盒的上方寫著 Pokemon Club Game的這個英文字體 而且它有一個就是內層的感覺 就是會有一個外圈的感覺 那整個鐵盒的下半部呢 看到的是五隻寶可夢 看起來很快的 想要去某個地方的感覺 那我們就把這個鐵盒打開囉 是這樣開吧 嘿 打開了 鐵盒打開了 欸看到的是一個保護城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這個格板的紙盒 抽起來 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哇賽 欸真的是卡套耶 它附的這個是鐵盒附的卡套 上面是寫的 WARDS CHAMPIONSHIP2023 這個世界賽logo加上卡牌的11種屬性 哇這個真的是 欸這個卡套真的可能比 比這個 比這個玉三家的卡套還 還好看耶 我抽一張出來給大家看看 你看它正面的光澤 它是摸起來有點霧面感 就是金屬霧面的感覺 然後 它的圖案其實不只是單純藍色 它的背景有很多就是 寶可夢卡牌還會遇到的Token啊 傷害指示物的那種 燒傷啊 中毒的那種 穩度 我覺得這卡套真的很漂亮很美耶 天啊 真的可以開盒來使用耶 真的很漂亮 它一樣附有這個傷害指示物 傷害指示物的話 一樣是後子版的形式 打開裡面會附著一個PICACHO的硬幣 這個PICACHO上面寫著什麼 WARDS CHAMPIONSHIP2023 這個是專屬於這次世界賽設計的硬幣 這個真的會捨不得用耶 嘿 捨不得讓它掉在桌上啊 真的是 看完傷害指示物的話 我們要來把這一包 這一包看起來很厲害的卡牌 鑽給拆掉 讓大家看看那一張 那一張PICACHO是長什麼樣子的 第一張就是我們這次的世界賽PICACHO 你看 它除了PICACHO以外 它還有這次的珠子封面神獸 密勒頓啊跟顧勒頓 然後看起來就是正在對決的樣子 然後它的場景背景就是世界賽的舞台 這邊其實有用那個金色燙印的方式寫的WARDS CHAMPIONSHIP2023 我確定大家看有沒有看到 真的很精緻 不像是一般的RR卡的閃卡 它是看起來有點像HR卡的那種 有點光雕殺力的感覺 剩下的卡片我拿來這邊給大家看好了 剩下的卡片有小石怪 副波 八部楚波 八部楚波 光蝌蚪 電海燕 然後大王海燕 然後蜜樂盾 神獸蜜樂盾 頭怪 火爆猴 然後以及 金的進化型態 氣勢猴 然後神獸 復樂盾 錄音哥 摩托西 能量回收 而且是全閃的近閃閃卡耶 算是日文的台灣不能用 能量搜索 超級球 高級球 Switch 寶可夢捕捉器 寶可夢學習機 這個是黃柏 這個是吉尼亞老師 彩 和 永遠的短褲小 然後以及我們 靜敵抽三 靜敵還有兩個學院的版本 誒 博師也是兩個學院的版本都有 然後電能量 以及 動能量的牌組 哇賽 這套卡牌真的看起來超精緻的 他的這次的普摩卡 他都做成閃卡的樣子 你看 他的普摩卡這邊有個QR code 就是告訴你 誒所有的活動資訊啊 直播連結在這邊 然後他連整個廣告的卡片 都做成三卡的樣式 其實也是蠻值得收藏的 我覺得整個都很值得收藏 除了這個世界賽鐵盒 真的是開起來已經很感動之外呢 古創在世界賽限定店的商店裡面呢 有買到一件 我覺得 我覺得跟古創一點風格都不像的外套 就是這一件 登登 有人說這個叫做棒球夾克 也有人說這個叫做橫須賀夾克啦 給大家看一下 他就是這種手臂上會有世界賽圖 很像刺青的感覺 阿尼蒂的感覺啦 那正面的話 正面這邊會有這個世界賽的LOGO刺繡 然後呢 另外一邊是 拉麵皮卡丘的刺繡 他的這個背面 精彩的是這個背面 他的背面是用整個刺繡風格的 把這次世界賽的主視覺 刺在背後上面 就是看起來 很有質感 感然後看起來又壞壞的感覺 所以我才說這個可能會不是 古創平常的穿衣風格 但是我買到的這件是 XXL的 因為我在 大賽開賽前的兩天 就是第一天的下午 第一天的中午 算是不知道第幾批 前面幾批進去的時候 就只剩下XXL這個賽者 那我試穿一下會覺得說 這個下擺的部分好像 差不多剛好就是 平常穿衣服的通天 可是袖子就很厚 你看袖子有點寬鬆 就是不像是古創平常穿衣風格 我覺得是 他真的比較寬大一點 看有沒有 那整件其實 就是給比較胖的人穿的 所以古創這件其實 買的當下很猶豫 但是我真的覺得 這件外套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所以呢 我還是先買起來再說 那至於 以後如果覺得真的不適合穿 的話 再把它當給貼人 因為這件真的其實很大 如果我這樣穿出門 應該會蠻好笑的 好了 最後的最後是這個東西 就是我 都忘記我買了這個東西 就是 耿鬼的模型 這個是順便偷渡來 開一下 因為 就是 這樣就不用拍那麼多開箱影片了 我們偷渡來開一下 這個耿鬼的模型 這個東西我要帶回來 就是費心千辛換通 因為它盒子軟軟的 所以我很怕這個盒子被壓壞 確實 它 就算我貼了易碎標籤 它還是有點被壓了 有一點點變形 那 那我們就把這個耿鬼 從這個 它的包裝 拆出來 有一款桌墊啊 卡套啊 就是跟千面比翼 天子儀布他們一起的 就是有點像 拍電影偵探系列的感覺 這尊模型摸起來其實蠻輕的 它是耿鬼 當作主角 然後有一個電影的畫框 有沒有 然後後面其實還有一隻 快速飛過去的沙漠蜻蜓 這尊也是蠻漂亮的 這個是所謂的 瘦數販獸 就是你必須要先下單以後 它才會製作 然後再寄到你自己的定義這樣子 這尊耿鬼 好的 以上就是鼓創這次的開箱 希望大家喜歡 主要是想要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次寶可夢商品 你到底多麼的精緻 我看的到底多麼的興奮你知道嗎 然後呢 我等一下就要來收拾這些東西 想辦法把它買到適合的位置 收在適合收藏的櫃子裡面了 好的這就是鼓創這次去 WCX2023世界賽的限定店 以及周邊的寶可夢商店 所購買到的一些 想要開來給大家看看的東西 大家有沒有喜歡的東西呢 有沒有看到覺得令人驚豔的地方 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方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雖然說大家也許買不到 也許你也有買到的也可以留言告訴我說 哇 我終於買到了什麼 我好開心啊 的那種感覺 最後的最後 在影片的最後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不要按怒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這支影片 幫我分享出去 就是說 哇 這次世界賽的商品 多麼的令人興奮 多麼的令人開心啊 對不對 好的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